十一點半午夜出 二月河 雍正皇帝 你師父殺帝 欺君罪敗 你除了自盡之外 沒另一條路可以走 皇阿嬤 四哥 皇后長相 榮華富貴 到頭來 豈不是一場夢 真撞鬼 真撞到蓮庚兒 一閉眼就看到他對著朕笑 皇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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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臣有萬般不慈 只求皇阿嬤 只求皇阿嬤再天神一個改過自身的機會 皇阿嬤 你不要再伏在地上哭了 大丈夫做得出就輸得起 這樣低三下四 就不是最看不起 你坐起來 是 皇阿嬤請分事 皇阿嬤 你師父殺帝 欺君罪大 如果依照大清律例 除了令詞之外 再沒有第二條應罰 朕考慮過 假如將你交給刑部審訊 又會掀起一件大案 不僅你要死 還會連累很多很多人 家醜不出外傳 所以朕一開始就秘密處置你 不想太過矚目 多謝皇阿嬤成全呵護 你知道感恩就好 朕和尚書房群臣都相疑過 不可以將你顯場 朕也刁不起這個架 那…皇阿嬤打算把二臣勸敢 不如法往惡中其軍中效力 將功贖罪 沒可能 朕沒可能這樣對你 因為這樣沒辦法服眾 以後見到正大光明殿的牌匾 朕怎麼抬得起頭 那二臣只有削法為憎 終身在佛前懺悔贖罪 你來來去去 還想怎樣活命 你自己不考慮一下 憑你今天的身份 哪間廟再得你落 你借懺悔來保住殘命 不怕有一天事情敗路 會再次傷透你皇阿嬤的心嗎 莫說你罪無可恕 就算罪有可恕 你這個心可以寬恕嗎 黃阿嬤 既然你自己說不出 朕就幫你決定 你除了自盡之外 沒有另一條路可以走 什麼 黃阿嬤 兒臣有罪當諸 實在百慈莫辯 不過 黃阿嬤只字單薄 兒臣死不足惜 只有死 連對兒孫終身 更加凋零了 你現在才想到兒孫終身 太遲了 朕跟你說 你這副可憐樣子 打動不到朕 只會叫朕更加討厭 要是你就自罪 朕念在一場父子 保證你家人子女不受諸念 隨便想一條小罪 塞住外人把口 要是 你就是這樣撐下去 朕向天下揭發你這種無恥大罪 交刑部大理子會審 因為朕已經額外加恩 但是你不領這個情 黃阿嬤 黃阿嬤 孤獨不食宜 朕何忍致你於死地 黃阿嬤 但是你自己想想 再生於世上 又有什麼面見朕 有什麼顏面見弘力 見你的妻兒 假如你自盡 世人還會敬重你有一條好漢 不至於令你家人蒙羞 兒子 你自己考慮一下 葡萊心 開門 很適合 很適合 黃相 幫你三爺 準備好一切 再抬一道酒菜入齡 要豐富一點 奴才遵旨 奴才遵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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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我回來了 實在太累了 你得全 奴才哉 你和其他人退出去 只是引體在事後 所有皇宮大臣 除非前線軍條 否則一蓋不見 喳 出去出去 快出去吧 知道知道 找人開解一下會好一點 但是朕真的無話可說 人體 這裡沒有人 朕說一句真心說話 當初先帝處理我們這幫王子的時候 朕覺得先帝樣樣都好 就是不善於料理家務 如今輪到朕自己 才知道原來是這麼困難 說到底朕還是比不上先帝 你知道嗎 朕剛剛看了宏氏自盡 而為列祖列宗在天之靈 照樣 奴婢是不應該插嘴的 不過皇上 三爺是你的兒子 他是禽獸 畜生 世人早晚會明白朕為何要殺他 朕又發燒了 你扶起朕 朕就在這裡喊一喊得 是 朕 楊太 朕 是否很狠心 是有人這樣說 不過奴婢不是這樣看法 皇上內心其實是很善良 只是脾氣太大 不能夠容忍大小錯處 說得好 先帝晚年放得太鬆 弄得文武百官都心存囂行 朕如果不整頓利治扭轉頹風 天下必然散亂不可收拾 朕處於這個位置 注定要受這些苦 背這些黑鑊 奴婢不認識 也不敢問 只知道皇上這樣做 一定有皇上的道理 皇上別再說傷心事了 如今作惡的人 不是都被你抓了嗎 可見得還是有天理 皇上 你還是要保重身體緊要 不如再叫假神仙來看病 什麼假神仙真神仙 朕不會再相信 先前已經送了他出京 這些方外之人 還是放他自行修煉吧 擺在大內畢竟有點不合適 朕想休息一會 一個時辰之後 你再叫朕過去尋重軒 是, 奴婢知道 皇上家到 參見皇上 你們的消息都很靈通 全部人都來了 通通起來吧 謝皇上 宏力 是 你過來 皇阿瑪 自先帝開始 我朝不再立太子 但是從今之後 你 要由太子的胸襟辦事 學習在座各位大臣的忠心 也要學習朕為君王之道 皇阿瑪春秋鼎盛 這番說話兒臣萬萬不敢當 即使為兒臣計 皇阿瑪也不宜這樣說 先帝立太子太祖 終於導致骨肉相增 餘波未了 請皇阿瑪名鑑 朕跟你們說 宏時不朝 危害宗廟社籍 朕 已經恃他自盡 以政國家法典 張庭玉 奴才在 你以指 沙馬哥宏時 處事荒誕 放縱不羈 隔除一切著為 再加閉門思過 再過兩天 命法尚遇 宏時 羞愧至盡 了這件事 朕不知道你們想說些什麼 不過宏時已經處置了 不過 就算有人想求情 已經太遲 朕 必須用同一把尺來量世界 如果不公平 世人就不心服 法令也無法執行 萬歲爺英明果斷 大義滅塵 千古帝王無人能及 皇上聲明 宏時出事 奴才紮紋之下 為萬歲爺悲 亦為萬歲爺敬 世上之後 就為萬歲爺而開心 今天天下 乃大清開國以來 人民最富裕 國父最充實 而理智之清明 實在是數百年所罕見 這些不單止因為萬歲爺勤正愛民 知之求自 更加因為萬歲爺以身作則 甘願為天下之先 以此教化天下 無不可化之天下 無不可化之天下 以此教化人民 無不可化之天下 無不可化之天下 萬歲爺為姚信之君 奴才等 亦必不負萬歲爺決心 萬歲爺請善自珍重 亭玉 你說得好 此時足以給我們軍臣共勉 朕要安排幾件政務 朕近年身體大不如前 由今天開始 宏力搬來淡寧居 在預座之前另設一張桌 辦事見人 祖接由其代議 人事宜蘭事 朕隨時付意見 朕 異臣明白 十七弟煉夫力強又帶過兵 就以果親王身份 統領衛庶大內的責任 督促軍機署上書房辦差 韻陸和弘袖相助協辦 兼管內務府信天府的事宜 其餘各位都是朕親信大臣 已經各有差事不必改動 允備今日沒來 停玉你傳紙給他 說朕的兄弟之中以他年紀最小 朕亦都最痛惜他 叫他在允重牽讀書學習政務 如今內外政務之中 最主要有三件 鄂中期的西疆軍事 西南諸省的改土歸流 和曾靖和朕合著的大義國迷路 朕要將這本書頒布天下 以示朕光明磊落 精大無私 停玉 奴才在 你認為我還有沒有遺留呢 奴才以為十分妥貼 好 就這樣 大家跪安 喳 各位同僚 三十哥宏時獲罪 閉門讀書的尚餘 大家都知道 萬歲爺有子 四十哥以後 兼管軍機署 尚書房和兵部互佈 而且代批奏 停玉有言在善 凡是各部衙門 軍機署能夠處理的事 不要交進來淡寧居 如果我們無法作主 自然會請示四十個 如果事務大小 都會來煩住淡寧居 庭玉知道 一定不肯過你們 神不肯明白 好 大家可以退出去了 走 庭玉 萬歲爺 你又未免太拘禮於規矩 那些京官個個都是微精眼奇 或是出了事 他們還怎會不知道 何必特地叫他們來再吩咐一次 萬歲爺 這些人不是不聰明 但是如果朝廷沒有明確指示 要他們自己揣摩 反為不妙 一出了謠言 那時候又以我傳我了 庭玉不愧是朕的心腹眾神 朱師傅 在 你先說田文鏡的善後 王Sir 河南地處中原 其實沒有什麼軍務要辦 當初河南設立總督衙門 是因為田文鏡之力足夠升做總督 但是他又不能夠離開河南 所以強行要他身兼總督 和秦府兩個職位而已 如今田文鏡歸天 似乎沒有必要再設立河南總督了 新任的黃士俊 只做河南巡撫放棄總督的職位 皇上 黃士俊雖是田文鏡臨終引戰的 但他在安徽任內 民間評論也不多好 以為他苛酷類似田文鏡 求主尚留意 募請他效田文鏡之長處 摒棄田文鏡的短處就好了 田文鏡晚年精力不足 政務上有很多不時之處 朕其實是知道的 人人都說朕袒護他 其實朕在諸批物子之中 都不知新戚過他多少次 河南近幾年時常有天災 其實就是上天警戒朕要小心 唉 世上畢竟很難找到完美的人 不要再說這些了 明天8月15日 你們是朕的心腹眾神 朕今天提早慈現 橫力, 你代朕陪他們一陪 朕受得分腥味, 不去吧 是, 各位跟我一起出去 趁… 仁堤, 你扶朕回寢宮 朕這段身體不好, 想休息一下 勞被遵子 我看見你 皇上,你又說回去休息 為何還叫李德全拿著一大疊文件 跟著來?皇上最近身體不好 又沒有了解釋方在這裡醫治 還是珍重點好 你不明白了 那些是今年秋缺的名單 哪些人要殺,哪些人不用殺 全部都由朕親自決定 不能假守於人 又要殺人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 應該想就要想,應該殺就要殺 朕雖然貴為天子 但也不能隨心所欲 亂殺或亂放 李德全捧著幾百條人命 但非情惡不足以陽善 你不用害怕 奴婢不是害怕 只是覺得人生實在不可觸摸 自從在皇上身邊事後了這麼久 生死榮辱的事實見得太多 真是化了 皇上,小心 朕好像踢到東西,差點跌倒 讓奴婢看看 是甚麼 甚麼 很害怕,皇上 讓朕看看 皇上 仁提,你沒事吧 沒有 是死的 黑色的 又濕又滑的 朕…朕摸到,好像是有刺 被他刺了一下 你看,流血了 皇上,要再救家來賜 是隱堤你不用怕 張五哥,你叫兩個太監附著隱堤 你和德令泰掩起火把搜查這片土地 走 咬住 皇上 樱教的畜生找到了 是一隻箭豬,請皇上過目 不會 引提摸 Ever flavor 說他濕大 朕摸的時候也有刺, 一定是妖怪 皇上, 你看, 是隻箭豬 引體摸到牠的鼻子, 所以覺得濕 圓綠綠, 以為是一條蛇 皇上你摸到牠的刺, 所以就被牠刺傷 但是, 暢春園之內 為什麼會有隻箭豬在這裡? 皇上, 圓明園南邊有一座放生園 這裡間中也有箭豬, 野豬, 甚至陸仔出沒 不行 原來如此 阿彌陀佛, 嚇死魯皮了 皇上, 這隻箭豬 嚇朕一跳 算了, 放了牠 皇上, 你看, 你為孫家鑑 朱師傅幾個過來了 搞了一段時間, 朕又不想睡 好, 叫牠們過來, 我們回去淡寧居 喳 雍正皇帝第七十四回 遙秀寧監製, 曾月娥編道 二月河原珠, 陳七編劇 主題曲, 由徐家良作曲及片曲 太康填詞, 鄭少秋主唱 由黃秋生飾演翁正 鍾偉明飾演張亭玉 周國鋒飾演宏力 周文英飾演喬引體 並且由高達, 李偉祥, 劉昭文 劉耀輝, 曾永強, 何國雄等聯合播演 香港電台廣播劇組製作 現在經已… 皇上, 奴才看起來 皇上有點心神不定 是否在花園遇到甚麼 李大人, 是奴匪不小心踢到箭豬 大驚小怪地嚇了皇上一跳 就不知為何 忽然想起賈士方說過 這裏陰氣太重了 加上朕身體有點不舒服 嚇出一身冷汗而已 皇上, 二臣本來是陪大家吃飯的 打算陪他們過來借恩 誰知道聽到李德全說這件事 皇上, 你平時也有練功 打一陣坐就應該沒事了 龍虎山劉思緩真人來了北京 二臣明天請子 叫他進來花園打一堂齋 什麼髒東西都趕走了 神諸色以為世上根本沒有鬼神 說一句大逆不道的話 只因為皇上信佛才有這種誤解 皇上請想想 世上有沒有人真正見過鬼 見過神, 見過滿天神佛 皇上送走假時方是好的 如果又收回一個劉思緩 恐怕有些…有些多此一舉 是啊, 就算六合之外 鬼神之說全而不論 聖天子有百靈相助 何方妖邪感接近呢? 這些只是皇上的心象 奴才願以身代皇上黨災 皇上, 兩個太醫來了 請子是否叫他們進來 唉, 只怪一隻賤豬 誰搞這麼多事 朕不要太醫了, 叫他們回去吧 咋 你們也是, 朕不舒服 不要在這裏七嘴八舌 議論什麼鬼神之說 留下一兩個人在這裏 其他都會回去吧 皇上, 朝兒臣的看法 好, 朱師傅他上了年多了 可以先回去吧 上半夜就叫李衛當席 陪皇阿馬閒華加上 孫家鑑煞氣大 就值下半夜吧 好…總之快點給朕安心休息吧 咋 五爺, 各位同僚 我已經派人去兵部請四爺過來 這裡的會議暫時就由五爺主持了 主師父, 我是你的學生 你有什麼章情不妨直說 老臣以為無論有沒有鬼神 皇上這次確是有點不妥 這點大家都見 要大臣陪他通宵 更加證明皇上嚇到喪了膽 如今第一件事是不可以張揚其事 越少人知道就越好 今晚如果不惡化成病 大底只是一場去驚 明天八月十五 趙麗要歡迎百官賞月 大家想個辦法 怎樣瞞得眾人耳目 等四爺來到再請他批准 我剛才提到龍虎山樓師緣是有道之人 皇阿馬遲不出事早不出事 處置了老三才出事 未尚無古怪 況且今年近親大臣過世的太多了 陰氣又太重 我有劉思緩進來唱春園打齋 四哥就快到 他也是不相信鬼神的 我有言在先 你們不要幫他口和我打擂台 有什麼事這麼緊要 四爺來了 參見四爺 大家不必多禮 四哥 我們正商議緊 皇阿馬在花園撞到這些髒東西 要不要請道士 四爺 皇上不過是踢到一隻箭豬 似乎不必太過 你們不要爭 我有更加重要的事 我在兵部剛剛見到岳中旗 准各爾派兩萬鐵騎 偷襲我們北路大軍 岳中旗要盡快趕返前前 這件事是頭等骨武 大家說是否要立即上咒 豈有此理 特女呢 這個皇八蛋假以講和 原來是援兵之計 等皇阿馬還賞賜這麼多東西給他們 叫他出來解釋 然後一刀殺了他 這件事是第二件事 要殺要放我們都不作得主 這樣吧 請四爺五爺過去淡寧居問聲李惠 如果皇上還能夠理事 就應該要請旨 如果睡了或者不能夠理事 就叫張婷勇、岳以太、十六爺、十七爺 皇阿馬,你老人家臉色很差 兩隻眼睛有金紅 方才聽見他們說皇上不肯見太醫 而臣不以為言 皇上大抵出了一身冷汗 受了一風汗,臣不守舍 所以彷彿不安 這些只是小病 吃幾劑藥就會好起來 朕沒有病,朕撞鬼 朕撞到蓮羹耀 一合眼就看到他們對著浸笑 有病當然要傳太醫 不過這些事,確是太醫也醫不到 只能讓他們傳出去更加多事 皇阿馬不要多心了 蓮羹耀都死了這麼多年了 是真的 蓮羹耀,蓮羹耀有個化名叫蓮箭珠 剛才假視方向朕報夢,告訴朕 我身體一樣,怨神失守 就被鬼有機可乘 你進來見朕,是否有甚麼重要事 皇阿馬,西邊軍情有變 好,你說 岳忠祺收到軍報 准葛爾派兩萬騎兵 在科金圖偷襲我軍北役 雖然情況未明 但是我軍一心以為特裡正在言和 而主將又不在軍中 恐怕對我軍不利 朕明白 要不要叫大家進來 不用… 朕現在的樣子太憔悴 不想見人 你們兄弟倆幫朕送一送岳忠祺 叫他火速回營,處置軍魔 如果再有甚麼緊急軍情 朕又未能料理 皇阿馬,你可以作主 只是要跟其他人一起相倚 你雖然聰明 但是畢竟未打過仗 是,二臣明白了 那個特裡有心欺君 朝廷不應是人以虐 二臣以為應該朱陸以遣朝廷決心 算了 朕也知道特裡該殺 不過朕殺人太多 有點手軟 案頭這裡擺了今年秋决死囚的案件 幾百條人命 朕決定停止秋决一年 這個特裡也算是一條好漢 放她回去算了 但是皇上賜他那麼多,至少應該收飯 人都放得了,何必在乎禮物 行了,你們貴安 明天八月十五,朕不接見神子 有你十六叔,十七叔 還有你兩兄弟 代朕在乾清宮賜宴 朕的病不必張揚 反正這兩年朕的病時好時壞 朝臣都習慣了 嘻 朝臣 天啊 是朕, 沒錯, 是朕 那又如何?連更妖 莫說你罪有應得 就算殺錯了你, 你也沒有仇報 皇上, 皇上, 你醒醒 皇上, 司衛何在, 趕他出去 皇上…皇上放心 皇上剛才只是做夢 不是, 不是夢 朕見到…朕見到很多人 他們在朕面前轉來轉去 神孫家鑑在此保駕 所有奸邪鬼怪都不敢過來 是…是家鑑 朕, 好, 你坐在那兒 又坐在朕面前, 朕很安心 你是朕一登基就看中了神子 朕還要留你給宏力用 朕, 貌醜心靜, 宣家鑑 清廉忠良, 讓命時 民間都是這樣說 朕… 朕是知道的 朕… 朕知道 皇上… 皇上… 豈有此理 這個惡宗旗兩代受皇恩 竟然想悶朕 萬歲, 惡宗旗紅旗暴戰 斬敵二千四百 繳獲火炮兩門, 知眾無數 庭玉, 你這樣也看不出 准確以用騎兵偷襲於我 又怎會帶有火炮知眾 這些分明就是在我軍手中所搶的 人家得性撤退 惡宗旗部隊追出去 撿回多少敵人遺留的戰利品 就當是一件功勞 如果是打贏的 為何只提殺敵二千四百 不提我軍死傷數字 萬歲爺性命 看來是惡宗旗怕萬歲爺擔心 所以一回到軍中, 宣傳一份捷捕 更大的反攻, 應該是進行著 朕經常說 打敗仗不要緊 要居實情報 不可以棄軍 他手下那幫旗下大爺朕知道 要他們出兵放馬已經是不情不怨 聽見特女入京已和 還不是一個一個想著 執行你回京過年嗎 人家一次突襲就得了手 全部都是飯桶 飯桶呀 亭玉, 你以指 斥責惡宗旗叫他事務大小 居實呈舟 萬歲爺, 西南改土歸流 觸發土人叛變 張希出兵平亂, 似乎並不順利 加上余鴻圖被參奏侵吞治河公款 已經查明屬實 如果再下子申請惡宗旗 那似乎… 一個一個全心都要激死朕 激死朕, 你得傳 路在在 朕的藥呢 皇上, 已經準備好了 御醫也沒用 朕近來要用賈士芳剩下這些單藥才有精神辦事 我早就不放, 出京了 萬歲爺, 賈士芳這些藥 奴才以為不可多用 藥性疤到不再說 份量還要每次增加才有效 萬歲爺, 奴才說一句大逆不道的話 一見到這些單藥 就令到奴才想起明朝的紅院案 萬歲爺發燒 都是用太醫院的退熱傘好些 藥性雖然是慢 但是幾百年古方, 端不會出事 唉… 朕並不是每天都用這些藥的 況且假時芳說, 百運官道士 都是用了幾百年 裡面加了些百草箱 的確有清熱之效 萬歲爺, 正務凡王 可以請四爺參贊 靠用藥支持, 到底是不妥 行了… 唉…你想學孫家鑑 專門找些朕不開心的話題來講嗎 朕答應你了 以後都不吃這種藥了, 好嗎 萬歲爺一生是天下安危 但是, 懂得保重龍體 確是蛇跡之福 唉…余鴻圖這個人 朕實在想不到他會出事 可惜了一個人才 余鴻圖辦事能幹 可惜他貪的數目實在太大 恐怕很難開脫 他出京之前 奴才已經風聞他有些暴發戶的味道 也曾經勸過他 可惜他依然是出事 余鴻圖這件事 朕考慮了很久 天下理智能有今天的局面 是朕多年奮鬥身體力行的結果 敗家蓉而輕家難 自己的兒子 朕尚且不放過 何況是愛神 再說 如果寬恕得他 第二個出事的時候 又如何服眾呢 殺了他 你和弘力說 千萬不能守遠 人才可以慢慢再培養 如果再沒什麼事 你就… 為安 朕沒有精神 今天不再見人 萬歲爺 還有一件事 八爺阿琪娜昨晚過世了 好事壞事一齊來 他…他有沒有說什麼 服侍他的太監說 阿琪娜知道三十哥出事之後 病情一直惡化 整天暗暗沉沉地說什麼沒有希望 拖了半個月就病死了 死性不改 這裏有封絕名書 是給萬歲爺的 放下吧 朕有精神自體 你跪安 喳 張宗棟 皇上今天怎麼樣 萬歲爺精神很差 說今天不見人 要好好地休息 近來皇上的脾氣越來越古怪 好像一點都管不住自己 萬歲爺是有病 他又比前朝的皇帝更加著重名譽 內心有污漬 所以變得難以觸摸 其實說到本性 萬歲爺是極之慈場深遠的 照我看 皇上還有些灰心 三馬果惡中奇 遇控套他們 太令皇上失望了 好 連老八都死了 老大、老二、老三、老八、老九、老十、老十三、老十四 朕到底做了什麼 朕到底又為什麼要這樣做 老八的絕命輸 四哥 我輸了 機關算盡始終不夠你鬥 運時是我最後一步棋 也被你吃了 不過你沒有贏 不是嗎 你千辛萬苦巴住個王位 難道你很開心嗎 失敗之後 我一個人對著四面牆 反眉有時間好好的思索 皇后像上 榮華富貴 到頭來 豈不是一場夢 你為了坐穩皇位 不讓我有機可乘 用了多少力氣 用了多少心機 這個皇位 你坐得很舒服嗎 最後 最後 豈不是又換得一個眾伴親力的局面 我知道 我知道一定是你賜死亡時 凡是阻礙你做千古明君的人 你都不會放過 但是 你真是一個明君 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你一派胡言 坦要寫止駁斥她 醬我黑成石碑 放向她墓前 坦要… 坦好肚子 坦一手很麻痺 忍…忍大 李德純 忍大 有關雍正皇帝之死 坊間流傳過許多版本 幾離奇古怪的都有 但較為可信的 但較為可信的 應該是因為胡亂服用 杜少爺之下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雍正有頭暈、手足麻痺的病徵 但仍然照常辦事 二十二日凌晨中風昏迷 直到二十三日止時 即是第二日凌晨駕崩 對於雍正的整跡 歷來有位有餘 但他在位十三年間 十三日止時 上接康熙晚年的微爛局面 下開乾隆六十年盛世 其實都是傳教他勤於正事 大肆整頓理智 清理官場職位 這一點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 第二年 乾隆二年三月 雍正皇帝葬於益州太平浴 廟號稱世宗 是高崎卓韻的風水地 稱之為太陵 雍正皇帝第七十五回大結局 遙修寧監製 曾月娥編導 二月河原著 陳七編劇 主題曲由徐家良作曲及片曲 太康填詞 鄭少秋主唱 由王秋生飾演雍正 李學斌飾演韻志 鍾偉銘飾演張亭玉 羅偉亮飾演連更堯 梁思浩飾演李慧 周國鋒飾演弘力 周文英飾演喬引體 馮偉堂龐白 並且由何國鴻 劉耀輝 劉浩祥 曾永強等聯合播演 香港電台廣播劇組製作 現在已經以全部播放緣分 灰色 滿光沙 誰在決定我命運 是否晴天主在我的緣分 面對光沙 人在世上難逃命運 也知道 每一分愛是緣分 盡我心 我心 苦不了未來未去問 是這一分意 是我情不自家 航向過航沙 全是我完全沒有恨 在這一生 愛他一次變無憾 還有我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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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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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不了未來未去 我心 苦不了未去問 是這一分意 是我情不自家 航向過航沙 全是我完全沒有恨 在這一生 愛他一次變無憾 盡我心 我心 苦不了未來未去問 是這一分意 是我情不自家 在這一生 거�裡面 還有我去問 我心 所有願 都有你啊 我心 苦不了未來他們 又心 注 溯澕 亮眼零 金香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